Hello 各位都是朋友,我是Rolly,歡迎來到Arena 那今天我們還是依然來看我們的得神系統 因為上一次我們並沒有把它裝起來 那這次我把它裝起來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裝起來之後的得神系統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如果還沒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請在頻道的名稱旁邊點擊訂閱 順便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選擇最上方的全部通知 這樣每次有芯片上傳的時候,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謝謝你們的支持 OK,那首先之前我們上一次因為只是這樣子 單純這樣子看 這次我們把它裝上去之後呢 然後我們再仔細看一下它這個實際 在做什麼各方面AT的時候 我們再仔細這樣看一下 OK 所以它的AT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它的效果我們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頂住 然後有導輪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 OK 那它的這個就算是你裝19導呢 它跟這個 輪胎的距離呢 還是有的 還是還距離還蠻遠的 所以空間還是很多 OK,就算你裝了19導 大家可以看這距離還是很 還是有很大的空隙的 OK 然後呢 再來呢 就是它的這個 吊鐘提釘架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如果還記得我們之前講它AT的部分 其實它裡面這個位置是這樣子 往前這樣傾斜的 是這樣子嗎 好像我記得 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變成說 當我們的提釘架打開的時候 它的前面的這個導輪這個位置呢 依然也是能夠再打開的 大家可以這樣看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子 這樣就明顯了吧 這樣子開 那這樣子呢 其實這樣的一個設定有個好處呢 就是說當你的車子 在跳的時候呢 你的車頭 就是你的 這個 這個吊鐘 提釘架打開的時候呢 你前面的導輪的角度呢 會加大 那如果說你的車子在插彎的情況下 它還是沒合起來的情況下 你的導輪的角度其實被加大之後 它碰到牆壁之後 會有一個更大的下壓的力道 因為角度加大了嘛 所以就會往下這樣子下去 OK 那這個當然是其中的一個 它的一個設計啦 OK 那再來呢 其實就是說 它這個 因為它這邊是19 13 好像 第三個好像是9毫米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對 19 13跟9毫米 所以你 如果連19都碰不到 其他你更不用碰到 所以根本不用去擔心說什麼 碰不碰得到的問題 OK 那它後擺的幅度呢 如果你裝19的話 後擺幅度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 那如果兩個這樣子的話 是這樣子的 那這樣子 因為上次只是純屬這樣推 所以不是很清楚 那這次我們裝了導輪之後 再這樣推 大家可以更清楚一點 看出它這個效果 OK 那如果說 之前那部影片呢 大家看完之後 蠻多人問說去哪裡買 所以呢 我呢 會在下面呢 連結的部分呢 就是說明的部分呢 放我們這個 德神的它的這個連結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點它的蝦皮連結 進去直接跟它訂購 OK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啦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